他们来养一个孩子 等于养一个发达的样子 我23岁已经生两个了 27岁生拉女了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 生光了 你们觉得生孩子有没有好处 传统这代咯 可以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样子 没有比较多 现在蛮多的有一种说法 就是很多人都开始会去养宠物 有 生气的时候揍他一下 不要啦讲什么 讲什么 好就是以后就是有人会养你哦 但是不好的就是 你生他出来的时候 你不能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就要顾虑到别的东西 这样子 情感上的好吃就有 经济上的好吃就一眼难尽啊 因为经济很差 然后你还要养一个 有孩子的话 你以后养老方面就 比较没有那么吃力啊 就不会觉得你自身边生一个孩子来养你 那就不用生呗 生孩子就是一个责任 不是好处 喜欢孩子的人呢 你会在孩子成长的当中 那种喜乐是用钱是代替不到的 生了孩子做了爸爸妈妈 你也会更加的成熟 更加的有责任感 有多个盆啦 有娱乐啦 两个我对着我就得省咯 会 不会 我自己本身是想的 我会想要啦 我就是一个幸福的烦恼样子 会不过生一个 maximum两个 还没有这个打算 18岁也有 我们吃吧 因为怕痛啊 要花很多钱 然后现在年轻人也不太想要顾孩子什么之类的 应该是麻烦 然后开销也大 比如说你送一个孩子来三位都要几百钱 他们来养一个孩子啊 等于养一个马达的样子 是我会宁愿把钱存起来 老的时候去找一个很好的养老员 你给钱 你就是王啊 孩子你给钱 他还是王哦 因为他们认为他们不够伟大 他们认为现在生孩子 一个孩子要一个一千万 他们跟我讲 但是我觉得不需要啦 以前的人生这样多都没有说 要多少钱多少钱 生了就是要养 要教育 因为他们嫌麻烦 谁没有时间 要去卖 或者怎样我不懂啦 时间是牺牲巨多咯 就如果你有孩子 你不能常常去旅行啊 跟你老婆这样出去哦 耐心哦 时间哦 钱 精神哦 可是你妈妈父母也带有牺牲过来的哦 我们很感动 我们很感激啊 我们很感动 我们很感激他们 不就不代表我们的 牺牲很大 你看你要是时间去顾孩子 生病啊 发烧啊 你要负责你的责任去照顾他 身材又会走样 这是肯定了的 没有啦 我觉得人生哦 有一个家庭啊 有儿女啊 才没忙 我一定都没有负责 我上学了 我上学了 你学了很多 都你长大都没什么人了 一天早点好 一天早点什么大多人 我不会好费咯 没有咯 人会老的嘛 你想会你没有孩子 你改成你了 然后你怎样犯 注意顾自己咯 然后你有什么生病什么 你要救人 不会的 不会的 如果是我年轻的时候 如果你想的太细等我有经济人力 我才生小孩的话 我觉得你永远没有一个达到你想要的那个钱的数目才去生小孩的 人反而是你生了小孩你更加有事业的去推动你去做好你的事业如果是男人的话 会呀会呀会呀 因为我也是喜欢小孩 会咯 因为人生就是这样了的嘛 我的父母养我也是要养孩子嘛 这样的道理呢 会 生女多点 生女 女少过头了 你早生也好 就像我这样的岁数 我23岁已经生两个了 27岁生拉女了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生 生了 每个阶段是不同的 到你绝作回到你有疑虑 是你应该sorry了的了 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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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